好,我們來看一下,老師您在看這個 這個部分,我們短紙的部分,檔案在這邊 那我們今天的話呢,是以我們的 Fly為主,WebDuno裡面它的Fly為主 那我們呢,會有用到幾個 第一個就是先會跟老師介紹一下 WebDuno的部分 因為其實有老師都有用過 Duno,其實你再來看WebDuno 就會比較清楚說這兩個到底差別在哪裡 那再來就是,會先給老師看一下 WebDuno開發工具 原則上,其實現在的開發工具都一樣 都是積木式的 像剛剛有跟老師提過,大概就是Squatch的系列 或者是Google Blackly的系列 那使用方法其實都不會太難 所以待會呢,我們會先讓老師看過 WebDuno可以做哪些應用 再來就是我們會從最單純的LED燈接起來之後 還有一些相關的一些控制 當然老師的手機也可以拿來用 因為他就上網了嘛 所以說待會呢,手機也會帶進來 那我們今天主要會用到的感測元件 除了單一顆的LED燈 那還有一個,各位老師手上有那個 LED點矩陣 還有一個三色LED 另外還有紅外線的感測器跟那個RFID 今天大概是以這幾個感測器為主 那我們再繼續往下看一下 這個意見回饋的部分 待會老師再看就好,沒關係 你看我們在今天用到的原件大概這幾顆 都已經拿到老師手上 那這個呢,Fly的部分呢 他必須要跟我們的Catuno Uno這個在一起 所以等於說他不能夠單獨一顆使用 但是呢,等一下我們會看到 就是現在有新的 另外一個板子還沒有公開的 就是他就是單獨獨立 也可以結合在一起 也可以結合在一起 好,那我們往下看一下 在WebDuno的部分呢 WebDuno部分像我們這邊就稍微比較一下 以Arduino系列來講 就是大家要會這個C元或C++ 那相對啦 WebDuno是以網頁的語法為主 所以 這是他最大的一個差別 其實其他連接方法都還蠻類似的 那還有一個要特別注意就是 WebDuno 因為他是透過網路的 所以其實程式並沒有像Arduino 是要做所謂的燒錄 也就是他不一定不是燒在板子上 他是在主機上去執行 那把WebDuno 變成一個網路上的一個設備 所以你要更新 他的好處更新方便 因為我們沒有燒錄的動作 但是缺點是要網路 所以網路不通 或者是那個,欸這樣就有問題 當然 不一定一定要上網際網路 他也可以走就是ArtraNet 就是我們自己內部網路的部分 也可以 所以這個是 在這個地方比較不一樣 那至於說他可不可以透過USB 藍牙他也可以 但是這個是要搭配 以Fly來講的話 他就是等於搭配 用原本Arduino上面的那個方法 這樣是可以做得到的 那這個呢 是給老師稍微看一下他的 在整個技術端上 就是以Web技術為主導 那目前呢 在Arduino 我們的WebDuno裡面呢 主要有這三台設備 這台設備 我們現場用的就是這個Fly的 所以你看起來最大一顆 那後來呢 還有一個馬克一號 比較小一點 再來就是這個Smart 現場這邊有一個 這裡像這樣 Smart就變成這麼小一個 當然 不過他的線 能夠插的東西就比較少 就相對比較少 因為畢竟接點比較少 只是說他上面有內建的一些 就是那個 原件在上面 那另外一個 在跟Arduino比起來的好處就是 他在多個裝置之間的溝通 是相對比較容易 因為一般我們如果 Arduino部分 你要不同裝置之間互動 是相對要做比較多的設定 可是因為我們是透過網路的部分 所以說你即使是不同的板子 對大家看起來就是一個設備而已 就是一個設備 甚至我們可以多人同時的怎麼樣 去控制一個設備也可以 這是透過網路的一個好處 那我們看一下就是WebDuno可以玩哪一種 以我們一般最常見的 所謂的智慧插座來講的話 他可以玩的東西真的好多 真的好多 那您看這個簡報的時候 再點進來 這些都是可以 有超連結可以點過去的 這裡都可以點過去 就是有那個 影片已經放在上面 聲音 也可以用聲控的 因為這個部分就搭配 反正就是網路上的語音辨識 這個搭配網路攝影機 因為有現成的那個 Java Sweeper 它是可以辨識那個所謂的人點 當然他不是認識哪一個人 他只是看起來像是什麼人而已 紅外線的有沒有 這是我們今天會用到的 其實這個也是我們日常車門 常常用到的一個方法 超連波 這是偵測聲音而已 好 所以其實很多應該 那些感測器老師 可能都 也許都有用過 對不對 只是說 用Webduno它可以做 更好玩的東西 這樣子 比較接近我們生活上 這個也是我們今天會用到的 像我們程式寫完了 事實上就是網頁 所以你掃描一個QR Code之後 你就等於在網頁上去操作這個裝置 那這個是 那個 三軸的 對不對 左右翻轉 甚至 像 這個用 Line的聊天室 或者是像那個 微軟的 Minecraft 它現在也有那些API 就可以跟它一起玩 等於其實 老師現在所看到的 事實上都是所謂的 什麼 就是網頁嘛 簡單來講 是不是都是網頁 對不對 那這個呢 就是剛剛老師有提到 我們搭配什麼 試算表 那 比如溫濕度也好 你就可以跟它 結合在一起 這相對來說 我不需要資料部 我直接用現有的服務去完成 比較容易 那 您看到這個就是後端的 也就是說 如果您需要 就離 我們講的 沒有在網頁前面 去監控這個設備的話 它需要JavaScript 就是NodeJS 像這樣子 所以您從這個 這樣看 應該就比較容易 了解說 其實Web Arduino 可能跟我們一般 現在Arduino 到底比較不一樣 在哪裡 其實你看到 都是網頁的運用 當然 像這個地方 它也可以 像我一進來 就看到我們這邊 這麼多積目 所以你可以把它變成縮時攝影 所以你可以把它變成縮時攝影 這塊是馬克一號 所以等於是說 其實 除了我們教它怎麼 把這些東西接起來 然後呢 寫層次以外 它可以試看看就是 我用現有的 你可以用積目 也可以用我們回收的東西啊 紙箱啊 什麼 也可以做出一些不一樣的東西啊 它就可以搭配進去這樣子 再次拍攝 一支 一支 其他部分 一支 那支 可以 那支 這支 這樣就可以把A2E電體真的把它放下來 其實如果單純只做這個是很簡單 但是它就可以搭配其他玩一下 這樣等於說我們課程裡面就可以安排比較多東西 就不見得說好像就是玩電腦就是玩這種硬體設備 這個是它比較有趣的 那像這個後面的我想這裡面很多 老師有空的話再看一看就好 因為這個應用現在真的用它的蠻多的 而且會不會丟到蠻多有創意的東西 我覺得很好玩